就在昨天,74岁的查尔斯三世迎来他的第一个官方生日庆典,这也是查尔斯国王自去年9月登基以来首次举行官方生日游行。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为迎接这一里程碑是时刻,卡米拉王后,威尔士亲王和王妃,安妮公主,爱丁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也都到场助阵,还有超过1400名士兵,200匹马和400名音乐家参加了这场盛大的阅兵仪式。 在皇家阅兵仪式上,查尔斯国王与王室成员们骑在马背上向士兵们行皇家里,安妮公主穿着蓝军和皇家的全套仪式制服,威廉王子则穿着威尔士卫队的制服,而爱德华王子穿着伦敦卫队的制服,看上去十分隆重。 而查尔斯所骑的缅甸马是皇家加拿大骑警赠送给女王的礼物,她是女王在仪式场合上最喜欢的座骑,女王骑着她长达18年,直到1986年才退役,她决定在游行活动中使用马车,而不是训练另一匹战马。 据《你好》杂志报道,卡米拉王后和威尔士王妃首次以军人身份出席这次阅兵式,这在王室中尚属首次。 卡米拉王后充当的角色是禁卫军上校,而凯特王妃是爱尔兰禁卫军上校。 卡米拉王后标志性的红色丝绸,大衣裙的灵感来自禁卫纸弹兵的制服,另外,她还戴了一顶黑色的贝雷帽,帽子上别有一根黑色羽毛,这是对禁卫纸弹兵的致敬。 威尔士王妃则身穿一件由安德鲁GN设计的绿色连衣裙,还戴了一顶菲利普,崔西设计的宽边帽,这是她对爱尔兰卫队的致敬。 而乔治王子和路易王子都穿着海军蓝西装,打着红色领带,看上去特别可爱。 夏洛特公主则穿着红白相间的宽帆领衣裙,搭配白色公主鞋,漂亮极了。 据悉,在阅兵式开始之前,皇家乐队还为查尔斯国王演奏传统歌曲《生日快乐》。 而在游行结束之后,国王在卡米拉和其他家庭成员的陪同下返回白金汉宫,参加皇家空军的飞行表演,并结束当天的庆祝活动。 据《静报》报道,这也是37年来首次英国君主骑马参加皇家阅兵。 事实上,查尔斯的生日实际上是11月14日,而之所以选择在6月17日举行官方庆典,是延续英国王室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748年。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时热衷于参加派对的乔治二世国王为了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日活动,便决定在一年中举办两次生日派对,通常是安排在夏季,以免庆生活动被坏天气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上个月在查尔斯国王的加冕典礼上,就是由于恶劣的天气,导致阅兵活动被迫缩减,同时也给所有人都带来不便。 在仪式结束后,王室成员们一同返回白金汉宫,聚集在阳台上观看一场大规模的军事飞行表演。 来自皇家海军,英国陆军和皇家空军的约70架飞机参与其中,包括英国空军纪念航班的飞机,最后一次仪式飞行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以及现代的台风战斗机和红舰飞行表演队。 而为了弥补上一次的遗憾,这次庆典还延长了军事飞行表演,18架台风战斗机拼出了查尔斯·雷克斯的首个字母组合C-2,是其中最精彩的场面之一。 当飞机呼啸而过时,凯特王妃鼓励乔治王子向人群挥手,他还捋顺了路易王子的头发,引导他转过身来面对观众。 最后一场表演则是红舰精准编队飞行,可以看到红、白、蓝三色烟雾在伦敦上空缭绕,十分壮观。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现年41岁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当天出现在了他所居住的蒙特西托家附近。 穿着装饰有蓝色条纹的白毛衣,搭配黑色长裤的梅根,很是休闲的感觉,只不过面对镜头时,他不止没有灿烂的笑容,而且似乎也忘记了关注表情管理,一副有些走神的感觉。 一般来说,梅根出现在接拍中,都是预先计划好的,毕竟如果在不经他允许的情况下拍摄他,一不小心就会以侵犯隐私的名义成为被告,保镖也会寸步不离地跟随着。 估计他不出现在接拍中的外出是不会带保镖的,毕竟费用需要自己出,挺昂贵的。 通常情况下,梅根的表情管理是很到位的,但这一次不知道为何有些失控了,可能是来了一个电话的缘故,看样子这个电话并没有让他感到满意。 眉头紧促的梅根,似乎在为什么事情发愁。 而最近让他颇为头疼的事情,也是众人皆知的,那就是他与生田分道扬镳了,更准确地说,是他被这家音频流媒体给抛弃了。 原本还想再做下去的播客节目,典型,已经不再被续约,不会再有第二季了。 比尔,西蒙斯是生田最资深的高管之一,他在自己的播客中言辞激烈地解释了为何不跟梅根续约的原因。 比尔把梅根和哈里称为骗子,很懒惰。 而据消息人士称,比起同样和生田合作的奥巴马夫妇,梅根和哈里的确是够懒惰的。 梅根哈里与生田的合同是2020年签订的,但在过去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梅根只提供了13个小时的节目, 12集的播客节目以及一次特别节目。 而仅仅是这些付出,梅根哈里就入账了2000万美元,也难怪身为高管的比尔会愤怒了。 毕竟现在生田自己就很不好过了,已经踩走了不少的人。 而与之行程对比的是奥巴马夫妇,他们以及他们的制作公司在生田推出了多个新系列,吸引了很多的听众。 也许是感觉到热了,当梅根走出一家小店时,他把毛衣拿在了手中, 展示了只穿打底衫的自己,不过表情仍然是有些不知所措的感觉。 当然,这可能也是他自己有意安排的,以便展示自己被抨击后的可怜无助。 据消息人士透露称,尽管目前和梅根哈里合作的媒体公司只剩下网飞了, 但他们还不至于到破产的地步,但也不敢大手大脚了。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虽然一直都有人唱衰查尔斯的健康状况, 觉得他小萝卜头一样的手指头儿总是在暗示他健康堪忧, 但是今天老查亲自上马,御驾亲征视察三军,说明状态还是相当能打的。 陪同他一同跨马巡游的,还有长公主安妮和王储威廉, 三驾马车第一次同台亮相,也是相当的鼓舞士气, 老王家终于从悲哀的女王葬礼和冗长乏味的嘉冕礼中挣扎出来, 喜气洋洋的生日庆典生机勃勃,将人们的热情点燃的同时, 无疑也将三世的宝座进一步巩固了。 这里不得不说,威尔士三宝的悉数亮相, 当人不让地抢走了最近的风头, 一同坐在马车上的卡米拉虽然即将又被宠爱她的老公授予殊荣, 但是垂垂老矣的老卡似乎仍然没啥精神头, 面对欢呼的人群,只是微笑质疑。 而母平子贵的凯特显然更加地开心, 绿色礼服衬托出王妃的笑叶如花, 皮肤状态好得出奇, 对比着今天也曾出镜的地席梅根, 简直是云泥之别, 证明了红气养人,此言不虚。 马车巡游中刚刚被授予大十字勋章的苏菲也是精神饱满, 相对于安静内向的老公爱丁堡公爵, 活泼开朗的苏菲频频向路人招手致意, 笑出八颗牙, 开心到飞起。 看着精神抖擞的王室成员, 相信女王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 在一众拥顿簇拥下的查尔斯颇有向天在界五百年的尽头, 这王家一时半会儿的事倒不了了。 不过这个世界上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贵为王室也不例外。 比如说, 哈里王子这一家子的全员缺席, 虽然缺席并不意外, 意外的是老查根本就没有邀请他们, 甚至哈里也没收到邀请, 这个信号相当强烈, 也表示查尔斯的切割政策是认真的, 几乎没有缓和的余地。 以前那个摸不开面子的王室不存在了, 明知人家不愿意搭理, 还要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再也不会有了, 那些圣诞, 新年, 还有生日庆典等半官方半家庭的庆祝活动, 总要照理地邀请以后再不会发出了。 看来以后, 二王子只能借打官司的机会回家了, 要不就是老卡或者他爹嘎了, 他能回来参加葬礼。 他哥威廉登基的大典他都别想了, 照现在的这个状态, 他够呛能回来。 不过, 想想他同样娶了米国人的叔爷爷, 哈里已经够幸运的了, 那位是死了之后才被特许拉回来。 被草草埋在了祖坟里。 可怜天真的哈里前几天还感慨他儿子阿琪错过了爷爷的家免礼, 估计过了今天他就明白了, 以后他们一家子将会错过得更多。 怪不得今天的公爵夫人如此憔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